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生煎包 底部焦黄酥脆,上面蓬松渲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一斤剁好的肉馅放到碗里 放上屏幕上所有的调料 所有的调料加好以后 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上进以后 略微加一点清水 这个肉馅出来的会更加的滑嫩 一次加10克左右 加3次 不加水的话 肉馅出来的会比较柴一点 3次水打进去以后 这肉馅就和好了 现在就非常的有弹性 放在一旁备用 500克中筋面粉 10克糖 5克酵母 274克清水 冬天你可以用温水 和成面絮状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一次性揉不光 刮20分钟以后再来揉 把面团发至两倍大 这面团已经发至两倍大了 把它揉搓排气 把面团揉至表皮光滑 搓成条 下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剂子安扁以后 擀圆 大约一个半硬币到两个硬币厚 擀好的皮 放上前面调好的肉馅 大拇指在里面 一个褶子一个褶子往前面走 一边走这个面皮 一边往上面提 一个小包子就包好了 收口和不收口都可以 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来 放在旁边 30度的温度 再醒发15分钟左右 再醒发了15分钟 现在开始来煎 锅里倒上油 把锅转一下 把这醒发好的包子 放到锅里 一圈一圈的摆 请发好的包子 放到手里是发轻的 摆好以后 开中火 碗里倒大半碗水 加10克左右的面粉 把面粉搅拌均匀 包子煎的底部微微黄的时候 加入调好的面粉水 加到包子的沙生丝一处 盖上盖子 中火把水分煮干 这中火已经把水煮干了 我看一下 现在包子都各个膨胀了 我们看一下 这包子底部焦黄酥脆 非常的有弹性 生煎包就做好了 上面撒一点葱花 撒一点熟的黑芝麻 就可以出锅了 煎好的包子倒出来 喜欢吃生煎包的 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下 做法也非常简单 味道不比外面卖的差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次见